诗篇第六十八篇 大卫的诗歌教于灵长 愿神兴起,使他的仇敌四散 叫那恨他的人从他面前逃跑 他们被驱逐,如烟被风吹散 恶人见神之面而消灭,如辣被火融化 唯有一人必然欢喜,在神面前高兴快乐 你们当向神唱诗,歌颂他的名 为那坐车行过旷野的修平大路 他的名是耶和华,要在他面前欢乐 神在他的圣所做孤儿的妇 做挂妇的深渊者 神叫孤独的有家,使被求的出来享福 唯有悖逆的住在干燥之地 神啊,你曾在你百姓前头出来 在旷野行走 那时,地见神的面而震动,天也落雨 西乃山见以色列神的面也震动 神啊,你降下大雨,你产夜以色列疲乏的时候 你使他坚固,你的会众住在其中 神啊,你的恩惠是为困苦人预备的 主发命令,传好信息的妇女成了大群 统兵的君王逃跑了,逃跑了 在家等候的妇女分寿所夺的 你们安卧在羊眷的时候 好像鸽子的翅膀镀白银,灵毛镀黄金一般 全能者在境内赶散猎亡的时候 势如飘雪在撒门 八山山是神的山 八山山是多风多领的山 你们多风多领的山啊 为何协看神所愿居住的山 耶和华必住这山直到永远 神的车年累万迎千 主在其中,好像在西乃圣山一样 你已经升上高天,掳掠仇敌 你在人间,就是在悖逆的人间受了贡献 叫耶和华神可以与他们同住 天天背负我们重担的主 就是拯救我们的神 是应当称颂的 神是为我们施行诸般救恩的神 人能脱离死亡,是在乎主耶和华 但神要打破他仇敌的头 就是那常犯罪之人的发点 主说 我要使众民从巴山而归 使他们从深海而回 使你打碎仇敌,你的脚踹在血中 使你狗的舌头从其中得分 神啊,你是我的神,我的王 人已经看见你行走,进入圣所 歌唱的行在前,作乐的随在后 都在击鼓的童女中间 从以色列源头而来的 当在各会中称颂主神 在那里,有同管他们的小遍雅民 有犹大的首领和他们的群众 有西布伦的首领 有拿弗塔利的首领 以色列的能力是神所赐的 神啊,求你兼顾你为我们所成全的事 以你耶路撒冷的殿 猎王必带贡物献给你 求你赤鹤鲁尾中的野兽和群公牛 并猎帮中的牛犊 把银块踹在脚下 神已经赶散好征战的猎帮 埃及的公侯要出来朝见神 古时人要急忙举手祷告 世上的列国啊 你们要向神歌唱 愿你们歌颂主 歌颂那自古驾行在诸天以上的主 他发出声音是极大的声音 你们要将能力归给神 他的威容在以色列之上 他的能力是在穷仓 神啊,你从圣所显为可畏 以色列的神是那将力量全能赐给他百姓的 神是应当称颂的 你让我们再安排 你让我们先打开 中文字幕 李宗盛